哈喽大家好,我是妙女子,欢迎收看对马岛之魂 今天呢我们来继续完成郑子夫人的故事 安达家已经到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安达家其实就两间客房 这个家族其实还是挺小的 并没有很大 可怜的郑子夫人 一家全被灭宿 安达郑子夫人还是没有 没有杀害之前我们抓住的那个叛徒的妻子啊 你说这种事该怎么办 打了就是打了 所以说比奈一直不敢说出 她丈夫的下落 她丈夫杀了很多人但她丈夫没有板 所以我觉得郑子留她一命已经很宽恕了 你想 敌人的媳妇 如果给你的话 你会 原谅吗 反正要是我的话 我是觉得很难受啊 为了达到目的 我们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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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子夫人说他只能靠他的代识认出他的姐姐的尸体 他只能听到这种季节 吹个笛子 安慰一下郑子夫人 我们现在穿着郑子夫人大儿子的衣服 恍若她的儿子啊 郑子夫人家 这个环境确实是 很一般啊 完了 完了 郑子没有杀比奈但是 比奈的惨叫声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哦哦 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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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屋还挺好看的 宁愿里面还有一个小壶 还不错 孙子孙媳妇 他们都挤在一甲 一共就四间卧室 还是挺小的 找一下这个四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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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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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不好找 啊在这 顺着这个小路走了 帮正子夫人报仇 三个 还有吗 行 其他两个被正子夫人给搞定了 正子夫人还是很厉害的 有他同行 从来不会担心正子夫人趴下 这之前我们跟踪那个马车的那个人 丽莉莎姐姐 他知道自己的混账解惑 干了很多坏事 但是他不会 下阻断了 正子疯了 为其兄长带姓 一张地图 自重路线 之前想关着笔奈搞点什么动静 结果没有搞成啊 还是 还是挂掉了 正子夫人的任务结束 进攻护身符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又有一个牌子了 看一下这会能召唤出什么 好像是召唤出了一片树叶 这树叶有灵性的 让人有点happy啊 天哪 看着啊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曲曲 对 收集这个可以获得 获得这个吹奏啊 吹奏 再获得三个曲曲就可以学习 吹奏了 现在我们使用的是晴天吹走夹 说现在是狂风暴雨 我们吹一个笛子的话 它会变成晴天 非常好用 我看我们接下来 郑子夫人 好 郑子夫人的任务又跑这了 我们继续做 这样的话 任务会比较连贯一些 好的 我们找到这个地方了 来这个地方找一个僧人啊 找僧人是为了找到 燃烧箭 把燃烧箭升级一下也挺管用的 哦 家族逃亡 中赖的铠甲 好的 传言啊 中爱的铠甲 它是一个属于 近战潜行的铠甲 所以说我们不着急做这个 正子夫人的任务 找这个和尚交谈 纯信 纯信 这就是 这就是 全是 我主人的家族 都会拒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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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能够吃饭的民族 也被杀了 你不想要裁判 我认为有明的花狗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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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明的花狗帝 我认为有明的花狗帝 我认为有明的花狗帝 哎呀我的天哪 镇子夫人就在他站在后面 到这个灯塔这个地方 处理内乱了 那有一个巢穴 我们把那个狐狸巢穴跑一下 解锁一下 好的狐狸巢穴已经搞定了 然后我们要去那个地方 带到镇子夫人 镇子夫人上去就是干 我们直接让镇子夫人去引人 然后我们在后面放剑就可以了 镇子夫人任务相对简单一些 好累了 缓一下 镇夫是一个偷盗的 坏人 镇夫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苛扣粮食 恶人当道 我的天哪 可以看到了吗 什么老太太 一刀砍死一个 不可能 你 不可能 你 你们 你 你 我 你 我 OK 弓箭升了下级 有的补给升了下级 这个攻击力就高很多了 可以打到一招秒 甚至忽然不知道跑哪去了 郑子夫人不见了 哎呀 不管她了 就我们帮她清就行 郑子夫人直接上去干架去了 没几个了 就剩下那一个了 直接拿弓箭解决掉 这个架势等级还是不是很高 高的话我们可以上去直接杀掉她 郑子已经跑到顶楼了 她是怎么跑到顶楼的 上灯塔 这老太太不跟我一起干架 就杀了一个兵就跑了 成何体统 让我一圈看看有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完了 过去 这都是郑子夫人干的事情 弄死了 这个真夫应该死掉了 这个是真夫 有人让他灭他全家 郑子夫人就让灭他全家的人也灭了全家 所谓冤冤相报和始料 往事知多少 这些报道 我做到对方的刺激 我老公是死了 就是我的生命 それ可以了 自己是否会想起来 我让适合 你凌鸣或缠 你得罪就看我 今凌鸣或是 现在我得抓到 再复唐 再来找到他 你 Farse 我看你我认识 我好想想 我看得到楠小庸 可以保护 我其实想想 然后等你 在干净 好的,这个任务我们就算是完成了 汉图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杀害安达全家的人啊 还没有找到 家族铠甲的染料 给大家看一下,黄色的 我们这样就可以换颜色了 先换上这个A,等一下 OK 为什么帽子不变颜色啊,天呐 两个颜色很尴尬的好吗,这个地方应该是已经解锁了灯塔 把上面那个烟火点着了 这个地方就算是解锁了 上去一趟 在这里有个篝火 哎呦 把东西捡上 倒入一点 给一些经验值 好的,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了,二十多分钟了,我是喵妮子,我们在下一期呢继续,我看一下继续来做 正子夫人的任务,正子夫人的任务已经不见了,没有了,好吧 那我们下期去做一些 歼二的任务 或者是做一些像这样的营救的任务啊 医者人心啦,一类的支线任务 那么我是喵妮子,我们就在下一期再见吧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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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